大家好,我是東橋的鮑伯 成立東橋這兩年半呢 我們去過不少次江之島、蓮昌以及橫濱這三個地方 那時間也到了2020年啦 我們來重新介紹這三個地方要怎麼玩吧 我們今天介紹了江之島、蓮昌、橫濱三個景點 皆位於東京的好鄰居神奈川縣 這三個地方都靠海 所以今天的行程很適合喜歡海邊以及喜歡悠閒旅遊的朋友喔 由於今天的行程十分的豐富 我們建議早早從新宿出發到江之島展開一天的行程 江之島位於藤澤市 周長大概4公里 繞島高60公尺 一到島就可以直接看到變彩天重劍視通 這裡是江島神社的門前艇 大家可以在這邊買點小吃或紀念品 接下來往上走可以到江島神社的玉城門 由於江之島的樓梯很多 如果對自己腿力有信心的話可以挑戰用走的 不然的話搭電梯的方式也可以 江江之島的電梯其實是要買票的一張票 全區域360塊之幣 江島神社源於西立552年 由新明天皇下立在岩屋所興建的殿堂 現在由邊京宮、中京宮、澳京宮構成 算是島上的必訪景點 我們一路往太平洋的方向散步 可以到達至而至圓 這裡可以看到廣闊的大海以及富士山 真的令人心曠神意 先原路往回走很不方便嘛 天氣好的時候花400塊日圓可以搭乘便天玩 10分鐘就可以回到本島 這時候如果需要一點咖啡因提升的話 可以在車站附近的Diego by the River 用杯咖啡小氣一下 順便讓腿休息一下 接下來我們要搭乘江之店一路往到連倉站 這裡我們推薦購買江之店的優惠券 Noriori-kun 會比較省錢一點 而且在一些景點還有優惠 搭個三站我們到了七里冰站 我們建議大家沿著日本海灘白旋的七里冰海灘 稍微散步一下享受風景 也差不多是中餐時間了 我們帶大家去吃一家開放感十足 面對五迪海景的夏威夷餐廳 Pacific Drive-In 這家店不帶料理還不錯 餐廳本身也是一個IG打卡景點 回到七里冰站 接下來有兩個選擇讓大家參考 如果是在紫陽花開花的時期 也就是6月的時候可以坐車到吉勒斯坡 到蓮昌幕府所建立成就院賞花 然後登上108個階梯遠眺遊比兵的海岸 然後稍微走一下可以在蓮昌的古名家咖啡 Cafe Reciete 吃他知名的厚片吐司 他的廚師其實烤得麵很脆 可是麵蠻有焦性的 然後很鬆軟 很像他麵包一個巴的不錯 廚師有點焦香焦香味道 然後他的奶油吃起來也很香 第二個選擇是在夏天的時候可以到尤比兵站 首先走到高德院欣賞近800年歷史的日本國寶聯倉大縫後 然後再散步到尤比兵海水一場玩玩水 感受一下湘南夏天的熱鬧氣氛 想要休息一下可以到加州風格的Seatless Bar 或財幕做Terrass看看還放鬆一下 如果想要尝點日式甜點可以到開在鐵軌旁邊的吳星庵指示看白玉紅豆 我們江支店的最後一站來到蓮艙站 一出車站我們便可以看到熱鬧的商店街小亭通 這裡也是蓮艙最具代表性的商店街之一 有餐廳、故事店、物產店等近250家商店聚集於此 如果還有食慾的話可以買點小吃滿足一下 或是在Cafe Vimont Dimash也吃個鬆餅 商店街走到底可以到日本三大八番宮的賀岡八番宮參拜一下 那麼蓮艙、江支島的行程就到這邊結束了 但我們的行程還有三分之一 接下來我們前往橫濱享受一下浪漫的夜晚吧 連倉裡橫濱並不遠 搭乘橫濱二線不到30分鐘就可以到了 首先我們第一站到了明南投幣來站 也就是港未來站 港未來或是橫濱港未來21面積186公頃 比西域區大20%左右 這裡是透過橫濱市中心部分的地區 再開發所建構而成的海濱都市 重建計畫的目標是增加日建就業人口 建立支援東京的居住都市以外 也希望已經企業進出區內 這邊有不同的角度都可以欣賞到幾家的夜景 想要從高處觀看橫濱的話 我們推薦可以到接近300公尺的橫濱地標塔 或是Cosmos World國天輪享受百萬夜景 晚餐我們到創業於明治28年 距近已經超過120年的荒景屋的萬國橋店吃壽喜燒 這家店的特色是除了食材新鮮以外 包含鍋子、火爐、甚至到筷子等等也都精心挑選過的 想要服務也不賴 可以悠閒地享受晚餐 吃完晚餐我們的行程也到了維生 徒步15-20分鐘來到大戰橋碼頭 這邊是用於停靠國際郵輪的碼頭 不過也是一個觀賞橫濱夜景的好景點 有時候也會有一些表演活動讓遊客觀賞 那我們今天精采的行程就在橫濱美麗的夜景中結束囉 以上就是江之島、連昌以及橫濱這三個地方的介紹啦 那這幾個地方還有很多地方可以玩 以後有機會的話我們再一一介紹給大家囉 我是寶寶,大家下次見,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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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